如果這個椰子碗溝拿掉的話 如果這個椰子碗溝拿掉的話 這上面就是一個75mm的通用雲苔 如果這個椰子碗溝拿掉的話 這上面就是一個75mm的通用雲苔 也就是說你想要放什麼殺雀 你要放各種奇怪的雲苔 都可以這樣 75mm都可以放到這個雲苔 這個腳架上面 那這個碗溝拿掉之後呢 那這個椰子碗溝拿掉之後 這上面就是一個75mm的通用的碗溝 你想要放什麼 那這個椰子碗溝拿掉之後呢 這上面就是一個75mm通用的碗溝 你想要放任何的腳架的配件啊 什麼三... WTF 那這個椰子碗溝拿掉之後 這上面就是一個75mm的通用型的碗溝 你想要放各種的殺雀 各種的雲苔想要放到上面都可以 就你知道75mm通用都可以放到上面 然後這個高度調整這個擠 這高度調整的這個板扣呢 我覺得設計也不錯 它的面積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真的是輕輕鬆鬆 你閉著眼睛都可以去控制這個板扣的部分 你不會什麼摸不到啊 或是找不到的問題 那它的邊緣也都有做一個圓潤的切割設計 就是讓你不會刮手啦 因為有些金屬就是 為了偷工減料啊 那冰原都非常銳利 然後非常刮手 這個沒有這個問題 那腳... 你角度調整的這個機關呢 也非常... 你角度調整這個機關也非常簡單 就是先拉開 你就可以調整你要的角度 那它有三段 一段 兩段 三段 三段 三段的角度可以讓你選擇 那它都會自動回彈鎖定 所以你不用在那裡拉 然後再放回去 拉再放回去 就是拉一下 拉到最上面 你就可以調整到你要的角度 就這樣 這麼簡單 就是要把這個 扣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這個...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的調整... 這個角度的調整 這個角度的調整也非常簡單 這三段角度讓你自由選擇 角度 這個攪管角度調整也非常有趣 這個攪管角度的調整就是你只要把上面這個拉開 你就有三段不同的角度可以讓你輕鬆做調整 那你也不需要再去把它拉回去 它有自動回彈的功能就是 你不需要再把它壓回去 這個攪管調整角度 這個攪管調整角度的機制 那這三腳架調整攪管角度的機制 這個攪管調整角度的裝置你只要把這個拉開來就有三段的角度可以讓你輕鬆做選擇 而且它會自己回彈 你不需要再把它壓回去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特別的功能就是你 你中間按下去 你中間按下去 這個攪管 這個攪管都按下去 5 0 6 那這個腳管調整角度也非常方 那這個腳管調整角度的機制就跟平常的三腳架也沒... 那這個腳管調整角度的機制 這個腳管調整角度的裝置也跟平常的角度沒什麼... 這個腳... 這個腳管調整角度的裝置跟平常普通的腳架沒什麼差 就是一樣拉開 然後你有三段的調整可以自由做選擇 那你拉回去有一個特別功能 就是你中間按下去的話 三個腳管都按下去 它就是一個腳管鎖定的移動的設計 就是它的腳管不會莫名其妙的被撐開 所以你就可以抓著腳管就這樣子拎著走 這還蠻方便的 那你如果... 然後繼續拍... 那到了你要的點之後 你要拍攝你就把這個腳管... 那到你要拍攝的點之後 你要拉開你的腳管的話 到你要拍攝的點... 到你要拍攝的點你要再重新變成一個三腳架的樣子 到你要拍攝的點之後 你要變成一個三腳架拍攝模式的話 你就再把三個腳管都拉出來 再放回去 就解鎖了這個移動模式啦 就是讓腳管恢復正常 讓你又可以順利的展開 就解鎖了這個移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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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著這一支 其中的一支腳管有包覆的橡膠 還是軟軟QQ的材質 讓你在冰冷的環境 你不會直接握到超冷的碳纖維管 你可以握著軟軟QQ的矽膠橡膠的軟Q墊 但是這有一個缺點就是 你可能用久了之後這個就會老化 要嘛它脆掉要嘛它裂開 要嘛它變得一點都不軟Q之類的 會有這個問題 對 接著就是我們三腳架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碳纖維管 雖然它沒有告訴我們說這個碳纖維管是幾層的碳纖維 OK 來到重點就是我們的三腳架是碳 來到這個三腳架的重點 就是我們的碳纖維版本的Painter三腳架 那這個碳纖維腳管呢 它官方是沒有告訴我們說 它到底是用幾層的碳纖維 但是 嗯 不知道 那它的管徑是3928不 那來到重點呢 這個我們是碳纖維版本 那來到我們 那來到一個重點就是我們的碳纖維 那來到另外一個重點就是我們的碳纖維版本的Painter三腳架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鋁合金的版本 那我現在手中我買的這個是碳纖維版本 那它官方是沒有告訴我們說這個碳纖維到底是幾層的碳纖維 那沒關係 那我們知道管徑是393429應該吧 對沒錯 3934跟29 三個管徑 所以 算是還蠻粗壯的腳架啦 這個管徑算是還蠻粗的 那這一隻 呢 我煮給你 我們腳架平常巡扭裝置的地方 這個腳架我們平常巡扭鎖定裝置的地方 這個腳架我們平常巡扭鎖定裝置的地方 他們都放了一個橡膠軟Q的電圈在上面 那應該就是為了避免在我們運送中擠壓 或是這樣子捏起來的時候 腳管跟腳管 因為碳纖維跟碳纖維如果這樣擠壓的話 它就會碎掉 所以我們還是有一個算是保護啦 就是我們有這個橡膠的圈圈 讓你不會腳管直接跟腳管黏在一起 然後直接把兩根腳管捏碎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松塔丁峰三腳架還蠻特別的 而我是覺得這個 那我是覺得這個YCO年的PINTA三腳架 那我是覺得這個PINTA 那我是覺得這YCO年的PINTA三腳架 那我是覺得這個Painter 那我是覺得這個Painter 那我是覺得YC UnionPainter的三腳架還蠻特別的 就是它打的市場我覺得算是一個完美的正中間 就是要嘛是攝影拍平面照片也可以用 但是它就是一個比較偏重的三腳架 因為它已經達到了3.5公斤的碳纖維 你根本比如說3.5公斤的碳纖維 應該沒有人會相信那個是碳纖維 但是我們達到了3.5公斤的碳纖維 那對平面拍攝 可能要出去拍風景 那可能稍微是有一點重量的缺點 但是如果你是拿來拍影片 因為它已經上面附給你一個球型雲台的配件 75mm的碳纖維 那你想要放各種油壓雲台都可以 所以這也是打一個拍影片的市場 所以我覺得如果拍影片的市場 那這個腳架也蠻有趣的 它算是一個比較輕的三腳架 對於拍影片的市場而說啦 所以就是剛好在拍片跟拍攝照片的中間 就是一個PINTA三腳架的定位啦 那我是覺得這個YCUNYPINTA三腳架 剛好是一個定位在完美的正中間 就是要嘛是拍照片的話 你... 那我覺得這個YCUNYPINTA三腳架 定位定在一個剛好正中間的位置 就是拍照呢 你會嫌它稍微有點重 但是也OK的重量 那就是你如果對一個出去拍攝照片的攝影師 然後跟他說 我有一個碳纖維三腳架 3.5公斤 那它會嫌有點重 對 但是還可以接受 那但是如果你只是要旅行啊 或是幹嘛 那這個就會稍微有點重 就是有一點的小小缺點 但是你如果放到拍影片的三腳架呢 那這個又算是還蠻輕的三腳架 因為它已經上面給你一個75mm的碗工 可以讓你放各種的油壓零毯 那拍影片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 算是非常非常輕 非常動機性非常高的三腳架啦 所以它就是真的是打在一個正中間 就是你要拍照 OK 那拍影片也OK的三腳架 就是一個 完美的正中間 那我覺得這個YCO臉的拍塔三腳架 它定位剛好就是定在一個正中間的狀態 就是你拍照片的話 你會嫌它有點重 因為它是一個3.5公斤的碳纖維三腳架 你跟別人說 我有一個碳纖維三腳架 3.5公斤 他們一定會 蛤?那是碳纖維嗎? 但是我們辦到了 我們做到一個3.5公 那我覺得這個YCO臉的拍塔三腳架 那我覺得這YCO臉的拍塔三腳架 定位在一個正中間的狀態 就是你拍照片的話 你會嫌它稍微有點重 因為它3.5公斤的碳纖維三腳架 你跟別人說 3.5公斤的碳纖維三腳架 沒有人會相信你 但是我們就辦到了 3.5公斤的碳纖維三腳架 那你出去旅遊的話 稍微拍照拍攝照片而已 你會嫌它稍微有點重 就是 但是你這個方便調整高度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 算是還蠻大的優點 所以你就是要取勝 要嘛就是一個非常出勇的方便的三腳架 還是你要便攜的 就是去買一些小的 也有一些小的輕巧的碳纖維三腳架 那是另外的選擇 那你如果把這個腳架拿來拍影片的話 那又是另外一個 就是特別的地方 因為它上面已經點了一個75mm的 碗工讓你放各種油壓雲台 那真的是 拍影片還蠻方便的 而且這個 如果你拿來拍影片的話 應該算是非常非常輕巧 而且動機性這麼高的一個三腳架 就是它兩邊都可以吃啦 通吃你都可以用 但是就 對 正中間 那我是覺得這YCO年這個腳 那我是覺得這YCO年PINTA這個腳架 它就是在 那我覺得這YCO年的產品 那我覺得YCO年PINTA三腳架的 產品定位就是定在一個正中間 就是你要拍照片也OK 你要拍影片也OK 就是一個萬用三腳架啦 就你拍照片 就是你有這個動機性非常非常高 那你如果稍微嫌重的話 因為這個3.5公斤 拍照片嘛 那你可能就是 滴滴的角度或是幹嘛的 那你可能可以去找其他腳架 但是你如果你需要一個超級出勇的三腳架的話 那這個PINTA就可以拍上用場 那你如果拍影片的話 那這個東西又更棒了 就是它在拍影片的世界裡 這應該算是一個非常非常輕的三腳架 那它上面也有一個75公斤 75mm的那個碗工啦 你可以放各種專業的油壓原材在上面 就是變成一個PINTA超猛的工具 然後動機性用這麼高 都兩邊都通吃啦 你想要怎麼用都可以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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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